批评书 大家好 批评书 说说这个北京这边的啊 看上去啊 听上去啊 很吓人的一些个事情 我们又开了一个中南海的第一级别的啊 老史会 前方记者传来消息 说有些个北京式的啊 卫生系统的官员说的啊 说北京现在就是准确的说啊 是最近一个月以来情况非常的吓人 图公不管 图公在这个中南海 在人民大会开老鼠会 在习包子呢 在在确定自己的历史的地位 是吧 哎呦 在搞各种妖怪子 真实的北京人的生活比你想象的悲惨的十倍 他们说比这个2013年闹这个什么 闹这个SARS的时候还要吓人 说一个月左右啊 北京一共出现了7万多 相信8万的这个癌症的病例 这在过去的卫生局的这个统计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然后一个月啊 有2万多人突然就走了 有老的 有少的啊 突然就挂了 突然就死亡了 完了以后这个八成的死亡概率啊 非常的吓人 说是这个 还有一些个打疫苗的也是突然就挂了 这都不算 关键是癌症和这个8万多年癌症和这个2万多个人突然死亡 莫名其妙的 完了以后现在火葬上也忙不过来啊 说凡是所有的这个死了的人 根本就直接从家呢 就直接拖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什么 叫北门 北门是什么地方 哎呦 很不好意思 我真没去过 后来他们一说说你还说你在北京生活20多年呢 你根本不了解 北门就是老百姓火葬场的地方 这个当官的人呢 有点身份都去八宝山 那边也有个火葬场 北门就是昌平火葬场 就是这次大概将近10万个人在这个 在这个一个月之内就有可能挂啊 完了以后就直接就送到北门 没有任何商量 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啊 直接拿走 一分钟都不停留 哎呦 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就肾得慌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是不是 前前两天不说北京下雪吗 据说细胞子还挺高兴啊 说日益学什么什么赵丰莲 是吧 哎呀 没想到北京这么厉害 后来我们开了一下会大概其实这么几个情况啊 首先第一呢 是什么的 的确是今天得癌症的人特别多 可能是空气 或者是什么别的原因 是吧 食物中毒 还有一个一种说法是 其实是北京的这个疫苗啊 接种啊 是很普遍的 出现很大的问题 很多人都是挂了啊 但是呢 又不敢说是自己的疫苗挂的 知道吧 就说是自己什么有癌症啊 癌症病史 所以全部统计为就是因突发癌症而死亡 是这么一个套路啊 我想想应该是有点道理的吧 否则的话你怎么解释怎么一个月有将近八万起这个癌症的病例 然后两万多起人突然死亡 还加上这个什么疫苗的啊 各种 然后所有的人都没有去八宝山享受一下这个西包子毛纳的待遇啊 他们俩都没去过啊 完了以后直接拿到北门 哎呦 昌平北门是什么地方 我老过了半天没想起来 昌平火葬场直接搞过去了 说那边的排队忙不过来 你想想一个月有有有有有就算两万七就算两万五吧 两万五千个这个这个什么尸体去排出那海儿 你忙得过来吗 所以说郑州那边 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嘛 说很多个山东的呀 湖北的呀 陕西的这个河 殡葬工作人员 池原 郑州 是吧 没想到现在北京也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啊 希望北京的人站出来劈劈谣啊 当然也许你不知道 因为现在中共它不管这些事情 都是卫生系统和公安局在联手搞这个事情 他们要举全力维护这个什么 19线六中全国的胜利召开 北京的老史会炒翻天 到底明年包子就退还是不退 这都是不确定的事情啊 完了以后包子迪的这个御用文人 包子迪的马仔 包子迪的这个团队不断在推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叫2035 所以你现在在北京 你根本看不到任何与这个什么八万起癌症病例的这样的新闻 也根本看不见两万多人这个突然死亡的这个新闻 你也看不见北门啊 昌平火葬场 这个人家叫人潮汹涌 那叫狮潮汹涌啊 真的很吓人啊 现在包子迪在搞什么呢 2035啊 你看到没有啊 很有意思的 各种这个通篮标题啊 特别有意思 我们跟大家分享 国家电影局2035啊 要建设电影强国 这个体育局2035要建设体育强国 完了以后文化部要建设文化强国 中央定了2035要教育强国啊 中国经济规模2035要实现中国是人类第一 你知道吗 还有2035要法治社会 你知道吗 各种啊 他们有人就挪拎了一下啊 你看电影强国 体育强国 还有这个叫什么啊 知识水平强国 知识产权强国 文化强国 高铁2035要修到台北 是吧 还有教育现代化的强国 2035中国要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2035这个人均GDP要到两万两千美元啊 各种是吧 炒翻天了都 全是这种这个大鸡血的消息啊 这很有意思的啊 所以你身为一个中国人呢 其实是 哎呀 非常可怜的 我现在每天面朝大海 真的是 哎呀 人家是春暖花开 我是真是秋天的是 放眼望去 我的门口的那个树叶啊 是成林 哎呦好 我不用用 本来是想说成林浸染的这个词啊 这个词是毛大罗说的 千万不要说这个词 就一层一层的树叶 有的是黄的 有的是红的 有的是绿的 有的是绿的 漂亮的不行 完了以后呢 再往远 往远处看他们一丢丢就看到大海 哎呦 那水难的不行 然后再看天空 就白云呢 永远在变化 哎呦 那个风景真是看不够 所以我也很感慨 哎呀 真的 有时候我会很伤感 知道吧 就是我不是同情中国的北京的 或者是什么地方的人生活不好啊 我说就是我这个人何德何能啊 怎么能享受这么好的日子呢 是不是 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 我真的很很惶恐 嗯 但是也很幸福 我都无法想象啊 真的有时候晚上做噩梦 啊 梦见北京 那个沙尘暴或者是雾霾 有时候有时候做噩梦 梦见那个一个月 我有时候要把这个窗户推开透透风啊 然后那个窗户一推开 那个灰就这么灰知道吧 然后铺了一下碰到满脸都是 然后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家里有三台这个什么空气净化器 然后我这个脏活累活都是我干的 然后我就定期去清理它 把那个里面的那个空气的滤芯 空气净化器的滤芯 逃出到里面那个真是地狱的景色 你知道吗 那种灰尘浮在那个那个叫做什么 空气滤芯器的那个叶子上面 那种场面呢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 我觉得 我觉得地狱就是那个颜色吧 我觉得 因为我看这个《但丁的神曲》 它里面有很多插图嘛 全是这个黑白的画 就那个飘满的尸体 那个那种肮脏的河流 整个黑色的那种背景 然后我就想到那个画的 那个关于地狱的图景 我觉得那个空气净化器里面 那个昔日在换的时候 你仔细拍个照片 你看一看 然后你如果手碰到 你要好洗好多遍才能洗掉 所以我有时候做梦会梦见这些东西 你知道吗 还有那个自来水 那个自来水的那个 那个水管的里面呢 这么厚一层污垢啊 全是这个黄色的加黑色的嘎巴 知道吧 然后都硬了 都时间长了嘛 是吧 然后你都要用那个 用那个改椎时间往里面捅 才把它捅的口大一点点 那个自来水也是很脏的 哎呀 有时候恍若隔世 有时候突然梦见自己又回到北京 又回到那样灰尘弥漫的地方 哎呀 然后突然就看到这么一个消息 说北京是卫生系统的官员透露的 到处都有人对癌症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什么 两万多个人突然就死掉 哎呀 也许里面有我的熟人呢 然后我就特别特别伤感 然后就默默的就在那里 很感恩 真的很感恩 哎呀 不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 我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做对 但是突然就是生活为之一变 住在这么美丽的地方 吃得干净的菜 呼吸着无与伦比的新鲜的空气 看着微量的海水 你说人生复复合求呢 是不是 然后想起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的坏人 北京 包子里真的为了自己当皇上 啥都敢干 真的是 这么大的事情 应该是构成的一个 有史以来最大的吧 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之一嘛 整个城市都应该要进入一个紧急管制的状态 要救人呢 没人管你知道吗 一堆孙子在那里 里面的大老鼠在那里开会 外面的小老鼠在那里维护这个 所谓的北京市的治安稳定 为这个中央啊 习主席的大会保驾护航 是不是 大家听过这个话吗 是不是 24小时宵禁 你根本就人就不能出去 除了火葬场的车 在那里街上默默无声 他不敢亮灯啊 默默无声的从那个街上持过 你想一下 街上看不见什么人 晚上一到晚上10点钟就消禁了 你根本不能走开会啊 哎呀 这就是中国的生活 然后完了以后 坐在家里看电视 看这电视里面告诉你说 2035年啊 在国几年就电影强国 教育强国 体育强国 知识产生强国 文化强国 法治强国 据说2035年还要把高铁都要修到这个什么台北 台北也要成为这个什么中国的一个 哎呦 你就发现呢 但我们都知道啊 之所以搞这个事情都是为这个配合中南海 人民大会堂老鼠会的声音嘛 西包子要黏着嘛 要想办法嘛 大家都给西包子一点时间呢啊 再给他一个15年吧 是吧 2010年2035年差不多15年吧 还你一个伟一大的中华民族啊 中华民族的伟大父亲 这不就跟普京的话一样了吗 普京说再给我20年 我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这帮人呢真是缺德啊 真是缺德 但是你俄罗斯好歹也比你中国强点吧 你说你死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得癌症 你西包子应该去医院看一看嘛 假不假实的要为人民服务嘛 没人管 真的 说起来真是挺难过的 其实啊 因为我我我现在很少去梦见我的老家 真的 因为十几岁就出来了 就是已经是完全淡忘了 后来父亲过世以后 我也把老妈也接过来 在北京一住就二十多年 以及北京的大街小巷 每个胡同我都那么熟悉 真的 就是梦见的都北京的景色 所以看见这样消息特别伤感 谢谢大家